是吗 那儿子就领命了 乾隆一笑 如此说道 他和傅恒家的堂儿 是有瓜葛的 不仅脸一红 瞥了一眼那拉氏 又说 他生产不久 这么大的雪天 到南威塔见来 贵妃那拉氏情之缘故 微笑着躬身说 明是他儿子百日汤饼会 抓粥的好日子 进来给佛爷请个安 就便讨个吉利 请给儿子赏个名字 主子娘娘奉体欠安 傅恒忙着躬侍 他这个娘家媳妇 也该当进来侍候的 我看今儿雪大 就不放她回去了 今晚就安置到我宫里歇下 说完 偷瞟了乾隆一眼 乾隆和堂儿 在中翠宫幽惠 曾被这个贵妃当场拿住 虽然给他扣了一项 妒忌的大帽子 压住了 现在见他如此说 乾隆满意地点点头 说道 如此甚好 振元答应给他儿子 起个名字的 百日抓粥 没个正式的官名也不好看 老佛爷 儿子想复衡 是有功于国家的人 又是至妻 这个面子得给 儿子想 就叫福康安吧 这三个字 合着了复查氏的姓 汉字里的意思 也是极好的 太后顿时笑得 两眼眯成一条缝 拍掌打息地说 好 这个名好 孩子生在这样的人家 富贵还用说吗 难得的是这康安二字 又康健又平安 好 说着 见骑士和汪氏督着太监 抬过十盒子 便命不惜 一样又一样布了上来 一盘水饺 一盘炒绿豆芽 一盘公报腰花鸡丁 火锅里是酸笋鸡皮汤 热腾腾泛着香味 四周放着小满手 春卷 豆面煎饼 一应供点 还有一盘菜 晶莹透亮 像是鱿鱼丝 白亮白亮地拌着青椒 刚刚入锅 还在嘶嘶作响 乾隆嗅了一下 不禁赞道 好 汪氏笑道 主子说好 就是我的前心道了 只怕老佛爷爷 未必用过这道菜呢 这么一盘子菜 没有五百两银子 办不下来呢 乾隆的笑容 慢慢地凝固了 问道 那是什么菜啊 骑士给太后碟子里 加了一柱豆芽 笑着回乾隆 那叫暴龙虚 也难为汪氏 收了那么多鲤鱼胡子 喂吃这盘菜 宰鱼 没有五百两 真的是不成的 老佛爷 这个清淡 这是我除下预备的豆芽 都抽了心 去了牙头 没有半点豆腥味呢 乾隆因命众人 都陪坐用膳 笑说 朕只用茶 讲究些 膳食上头 急平常 说这盘菜 值五百两 吓了朕一跳 玉东周口 今年大水过后 有的地方人吃人 父母吃儿子 传出去 朕一盘菜这么贵 朕不成 节奏之主了吗 汪氏道 用鱼须做汤 是极鲜的 我就留了心 叫我的宫女 每天到御膳房收集 动起来备用 要真的论起钱来 说她一文不值 也是真的 乾隆加了一注 果然满口鲜香 却不肯夸味道 只说 你能为老佛爷和朕 操这个心 这就是你的忠敬之心了 他又尝了一个水饺 忙给太后也加一个 说 老佛爷也尝尝这个 里头并没有韭菜 怎的满口 都是鲜韭菜味道 太后品着吃了 说 嗯 果然不错 大冬天的 怎的会种出这韭菜 馅里又没有韭菜 怎么会出来这味儿啊 汪氏这小精灵 越发手巧了 汪氏吃得一笑 那是酒黄 趁先拧了汁叶 拌到鲜肉馅里 您瞧这鸡丁 其实是火腿喂豆腐 闻火慢炖三天 熬出的豆腐干 用鸡皮裹了 炸出的鸡盒肉 老佛爷皇上如果爱用 我那里还有着呢 众人一尝 果然不错 齐口称妙 众人边说边吃 十分热闹融洽 一时用扇臂 个人数口擦手 太后还垫着 人吃人的事 问道 皇帝 周口那里 现在光景怎么样了 该派人震计呀 先帝爷最忌讳这些事 要听见这个 早就跳起来发怒了 雍正初年 龟蒙顶鹤狗 放炮造反 不就为饿倒了人 那次连山东巡抚的顶子 都摘了 下头县官 府官罢了十几个 这不是我多口 我不过白嘱咐一句 老百姓 饿极了要造反 圣祖爷说过 先帝爷也说过 我都亲耳听见他 乾隆一躬身说 母亲训会的事 这事揍上来 儿子也很震惊 又怕冤了人 特派前渡去查食了 前天已经下旨 伤水县令 已被就地正法 是当着灾民的面杀掉的 陈州府知府 着令自尽 其于巡抚以下 按失查之罪 交部一处 儿子以宽为正 不是要做烂好人 正可宽 行不可谢 这是儿子的章程 母亲瞧着 儿子是断不会守着紫禁城 吃祖宗饭的 近期 儿子还要出京走一走 明春木兰狩猎之后 还要下去 有那贪毒不法 爱银子不怕死的官 有那拿民命不当回事 独职卸政的 儿子要狠杀一批呢 他的语气很重 店里的人都见过 雍正发脾气 挠起了下的周围人 筋软骨酥 但他杀人杀官 却极少见 而且雍正自登级到死 除了一次奉天祭祖 从不出京城一步 这个主却是坐得住 也下得去 年年都要在京师直立 甚至河南山西 行无定止地体察民情 别看他温文尔雅 面目可亲可尽 可要说声杀人 半点也没有迟疑过 店里人都被这话禁住了 一阵风从店外呼啸掠过 竟使人觉得一股寒意 逼了上来 良久太后才回过神来 喃喃说了句什么 又说 杀人还是越持重的越好 太平盛世杀人多了 容易激起力气的 我一听杀人 心里就发肾 母后盛名 训会得极是 乾隆仍是一副和蔼可亲的喜相 唯唯说道 儿子一个冤枉的人也不敢杀 有些官 你心疼他不肯杀 他就在下头胡乱杀人 胡乱害民 成为国度 杀掉他 百姓安乐 也不轻易出道案 反而是少杀了人 儿子已经叫陈志冠 统筹赈灾和军务 两个差事 看还有哪些地方该镇计的 既不心疼银子 也不心疼粮 看这场雪下的地片不会小了 明宴 麦盖三床被 头枕磨磨磨睡 明年丰收 朝廷仍旧轮流 捐免捐富 百姓富 咱们天家还穷了吗 一席话说得大家 宾服 太后笑道 说的是 去抢你媳妇去吧 那拉氏和汪氏也陪你主子过去 给皇后请安 叫他只管好生养病 别惦记我 我们再说一会儿话就该散了 乾隆一笑去了 太后一直等乾隆一行出去 因见耿氏 骑氏 李氏 还在张罗着预备纸牌 太后便道 留下你们几个 为的是咱们老子们们 说几句提己话 不畏玩牌 都坐到炕上来 暖暖的 喝着茶说话 今儿这雪 要是不住 就住我这里 老姐们 时常不见 我也闷着呢 三个人听了 自然奉迎欢喜 一起在炕下 连任行礼 耿氏位分最高 靠墙和太后挨身坐 骑氏和李氏 只偏身骑坐在炕檐上 面向太后 太后笑道 皇帝方才说了 给你们太皇贵妃位子 为的就是不至于在我跟前 过于做神做鬼的 这样还是个奏对格局 说话也不香甜 齐里二人才笑着盘膝坐 太后慢声细语问道 齐家妹子 李家妹子 记得你们是先帝爷 驾崩那年 迁出宫去的 皇帝跟我说 暂且住畅春园 除了宅子狭窄些 一切供应如常 内务府不知道 赵英的怎么样 齐氏和李氏对望一眼 按清智 皇帝驾崩 宫中只留太后 一切贫妃应欲 答应 常在 都需迁出宫去 耿氏有儿子洪昼 封了亲王 住在鲜花深处 胡同的王府里 齐氏儿子犯罪 虽不加处 和李氏一干五子的后妃 都安置在 畅春园西北 极偏僻的角落里 内务府的赵英 其实只是按月 发放月历 供应柴探而已 一应采买 都是内务府太监经手 苛扣的事是极平常的 哪里能和耿氏相比 但这类事 平整的不能向太后诉说 齐氏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内务府赵英的还好 这都因脱了老佛爷的伏笔 唉 你不用替他们遮掩 我也是嫔妃上来的 有什么不知道 在这紫禁城里 一样的嫔妃 在皇帝跟前处的红不红 可不一样 待遇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你们当我没有吃过 黑心厨子送的馊饭 没用过见风就化的破娟娟吗 皇帝跟我说 要把西海子 畅春远北和圆明园 连成一片 造一个前古没有的大园子 名字仍叫圆明园 已经叫内务府 踏勘去了 到时候我搬过去 和你们住得近些 只怕就好些了 这三位太妃 都在畅春园住过 想着太后描画的规模 都不禁心中暗自炸舌 耿是先念一声佛 阿弥陀佛 那是方圆百里的地面呢 得花多少银子啊 太后笑道 就比阿旁宫小些吧 我跟皇帝说过 你的孝心我领了 你可不能学秦始皇 造阿旁宫啊 皇帝说 外国那些小王爷 小君主的别墅 还大得不得了呢 我们天朝 要有比他们大得多 要按东洋的 西洋的 他们那里最漂亮房舍 园林的样子 都造到我们北京来 将来 万国朝北京 才能显出天朝坐镇 辅迪仪的风范 并不单为孝敬母亲 遗养天年 这就是另一码事了 是他的大志 我若再拦 就成了小家子气了 这个园子要花几百亿银子 分几十年造成 现在几个园子连成一片 其实是第一步 往后朝廷钱多 就修造快些 钱少 就修慢些 也不畏扰民 你们想想这园子 大园里头套小园 把洋房洋花园 江南园 北京园 海子山林 围社 莆田 都挤进来 古今图书都藏进去 咱们宝石悠悠 也算不往到人世间 走了一早 这可不算一件得意事的吗 他望着玻璃窗外的大雪 兴奋的 双目晶莹声光 呼吸 也有点不匀 梁九才收回了神 对几个听得发呆的太妃说 我是老了 一说就跑了蹄 你两个现今住在园子里 我听到了一点闲话 想问问你们 什么话 齐飞的思绪 正追着那个古今觉无 天上人间仅有的大圆明园 心持神网 蒙听太后换了话题 听到闲话二字 不禁一正 寡妇们最怕闲话 连李氏也吓了一跳 齐飞觉得自己有些失态 吻了吻神说 我和李氏挨门隔墙 园子里除了太监就是女人 侍卫们都不能越过世子林的 太后一听便笑了 谁说你们呢 听说皇帝从河南带的两个女孩子 住在园里 皇帝每过去办事 晚间都歇在他们那 你们听说没有啊 这件事风言风语 已经传了半年 说乾隆没有登吉时 巡视江南 曾带了两个汉人女孩子 不但真知女工是好的 模样也俊俏 还有一身好武艺 本来准备收在身边做妾的 当时雍正在位 雍正那脾气 最忌讳阿哥在外面沾花惹草 他几次要开口都吞了回去 急到登吉 又要三年守丧 听太后口风 宫中收留汉人女子有为祖训 因此没敢说又咽了回去 乾隆又割舍不掉 这两个曾和他一道 共立贼船之险 千里奔逃 躲避红石追杀的患难之交 只好悄悄把他们安顿在 畅春园世子临南 他们的住处和齐里二太妃 只隔几十丈 为防闲话 乾隆还特意嘱咐了 这两位姨娘娘 绝不许泄出一个字去 如今太后竟直言相问 一位是高居九重 统御四海的至尊 一位是卫尊内庭 全摄六宫的天子之母 两人只要谈一谈小纸 都能将他们谈得灰飞烟灭 齐里二人不禁同石金柱 仗红了脸 孽如着 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太后安详地说 你们不用怕 这件事大家心里几乎都是清楚的 只是要给他们抬个齐级 挣了名分 也就完了 何况他们身上还有点本事 皇帝出远门带上他们 我就更放心血 齐里二人听了才放下心来 李氏脸眉说道 并没有人到奴婢们那儿传闲话 奴婢更不敢打听院墙外头的事 只听宫女们说 皇上到过市自林南边那片殿里 说过几次 后来才晓得里头住着女人 一个叫燕红 一个叫什么的 太后点头说 这就是了 你们回去 就说奉我的一旨 把他们接到李氏那里 过了年 你们带着他们进来我见见 再叩见一下皇后 叫十六叔给他们抬个齐级 过了名路 正正经经地当个嫔妃 省得叫人说皇帝偷女人 多难听啊 耿氏在旁忙道 如今奇物 是庄亲王爷和红咒管着 我回去给咒儿说一声 神不知 人不觉的就办了 太后叹道 这都为维护皇帝的体面 皇帝什么都好 就有这种毛病 我真怕 他终归吃了女人的亏呀 听说还不止这两个呢 还有个汉林院姓许的老婆 也和皇帝有来往 严红他们也罢了 事出有因 这许家的是有丈夫的 咋好沾惹呢 那是什么名声 所以这类子事啊 我还不能撂开手 难就难在管得松了 放纵了他 管得紧了 又怕委屈了他 那年我处死锦霞 听说皇帝还几次到他宫里 私下调计 天下做娘的心 有几个儿子能真体贴到了 锦霞不死 我乐得安抚尊荣 做我的老佛爷 伤了我的音质 为了他 也未必领我的情呢 说着便掏出手帕子 是泪 我乐得安抚尊荣 我乐得安抚尊荣